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很多毕业生在大学四年宿舍生活过得并没有那么愉快 因此我准备推出了向我的极品室友活动 让大家对那些曾经的室友令人难以吐槽的怪品集中吐槽 一方面可以抑制北漂生活网对我们进行的合作攻势 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所有毕业生以及在校大学生对我们某人的关注 虞鹏月真是想抄我们的后路啊 那咱怎么办啊 据说他这活动现在弄得声势还挺大的 学校里的学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据说他们还没怎么花钱 这个大鱼啊还真是有两下子啊 他也就这两下子 哗众取宠 我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没错 我们是在踏踏实实地为北漂们服务 而他呢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不择手段 所以从大意上来讲 他已经输了 咱们先不说这大意不大意 咱们现在问题最主要的是先把这事给解决了 急什么 他用在校大学生做文章 我们也做 而且做得更狠 更有语言基础 更不忘了承拔 都什么时候了还看吐槽 赶紧上北漂生活王身体青年公寓啊 吓我一跳 现在身体什么青年公寓啊 这大三急什么 人家就是给大三准备的 现在申请明年毕业入住 为同等条件的民房便宜四分之一 虽然只能住一年 但最起码可以让你熬过工作实习期啊 他们又出招了 这么快 他们推出了青年公寓第二期 并且声明这期特价公寓只租一年 帮助那些应届的毕业生能够在城市里站稳脚分 但是合约到期以后全部收回 供第二年的毕业生事业 那这些学生 不就会一直过中他们的网站吗 没错 一下子就收弄了人心 好手段 太日 那 那我们 我早就知道 论资金实力 社会资源 我们比不过的 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创造力 以及对市场的提前判断 现在正是手机APP最火爆的时候 幸好咱们早有准备 这一下至少比他们提前了半年 大家再加把心啊 今天晚上商业活情了 好 好 那个余蓬月那小的 以为上线一个破APP 就能超过我们 那是痴情妄想 要说我们起步也比他晚不了几天 更何况 我们北漂生活有的是钱 有的是人 一个不够 我招两个 两个不够 我招四个 四个不够 我招八个 我就不相信 一个月之内我们完成不了他 好 大家好好干 等我们APP上线的那天 让林总群姿给我们发奖金 好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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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可以这边看一下 快快有礼物 有礼物啊 有礼物啊 礼物在这边 你看看这个 送礼啊 快快去这 你好 你看看 你扫我 扫这个就行了 有个APP 要不要扫一下 你们一准能便宜一点 我来扫 一个月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不但手机APP也上线了 还把特约用户也绑在了一起 我怎么就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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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 你也别太自责了 软件开发本来就有这样 进度和投入的人力物力 基本成正比 他们速度那么快 那么早启动这个项目 说明他们 也下了大力气 花了血本啊 我算看明白了 不管我们使出哪一招 人家就用一招 用钱子啊 手机APP 青年公寓 消息广告 哪个不是虚的 背底里只有一个字 就是钱 没有钱什么都干不出 哎 大约 这万一 也是他们的陷阱呢 他们肯定知道咱们缺钱 所以想着发 引咱们花钱 这样就能逼公司 出售更多的股份 你可别忘了 老大跟姚子那边的股份 搁在他们那边 咱们手里只剩54%了 这万一小语她 在这儿 小语 小语 到了之后下午一大跳 整个人受了一大拳 这时候愿我 紫山推散阻私的 我也没说飞去看看她 你别自责 最近都太忙了 我真的是忙疯了 不然我一定会去看看她 你来干吗 你来干吗 我来找小语 现在请你出去 余童月 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 腾飞来找 不说我都知道 他们公司占据了 FB百分之四十六的股权 现在又来打你这百分之五股权的主业 李腾飞啊 我还在这儿呢 当着我的面挖人 你好意思吗 真是这么长时间 你一点长期能没有 还只会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跟你吵 所以请你出去 你心情不好请我出去 拜托这是我的公司 麻烦请你出去 这里是小语的办公室 她有权见任何一个 她想见的人 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们在聊私事 要好的话你出去吼 私事 什么私事 美于朋友你差不多啊 腾飞来找我是说紫珊的事情 紫珊自打搬走之后 我每次见她她都推三组四的 要不是腾飞实在放行不下去看紫珊 我到今天都被蒙在鼓里 紫珊她一直在生命 整个人受了十多劫 对 说来紫珊也是你的朋友吧 她搬走之后 你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吧 你去看过她一面吗 你觉得别人都像你一样 只顾眼前那点股份那点利益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现在要去看紫珊了 我会让你回来 是不可思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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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不可以 你 怎么了 又让小姐可骂了 你总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你小子 这个点叫我出来 脸上的表情还这么丧气 能有什么事啊 总不会是打算开过问我 我就算把自己卖了 也不会管您借一分钱 就是心里郁闷 想找您聊聊天 那通话说 是不是又得罪小雨了 李腾飞来找小雨被我撞见了 后来吵了一架 我以为他是过来挖墙角的 那其实呢 其实就是来挖墙角的呀 小雨说完我之后我还觉得挺内疚的 可等您的时候我才琢磨过来 琢磨过来什么了 其实这一切李腾飞早就算就好了 表面上来找小雨是为了紫善的事 可实际上呢 就是想让我看见然后激怒我 让小雨觉得我就是一个冲动 易怒暴躁的人 结果呢 他成功了 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是不是傻 明明知道是个套还往里钻 我当时不是脑子一热吗 那后来呢 后来你向小雨道歉了没 道歉了呀 没搭理我人家根本就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听我的意见 我要是知道怎么让闺女原谅我 我当初怎么会去找你啊 那您之前是怎么求她原谅的呀 各种哄啊 各种心疼啊 给钱送礼物 带她去吃好吃的 我是她爹啊 对吧 我正目的前屠杀为谁 不都是为了她吗 怎么花钱我都舍得 您这也太简单粗暴了 难怪她一直不原谅您 那你给我制个招 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觉得啊 小雨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些物质上的需求 她要的仅仅是一个作为父亲 最简单的关系 我还不够关心她吗 我就差天天跟着她 给她做保镖了 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 您得 您得把自己做回一个普通人 你明白吗 普通人 你想象一下 二十年前您没钱的时候什么样 你想象一下 作为一个正常的父亲 该对女儿做些什么 对不对 对呀 对呀 我知道怎么让她原谅我了 不过这件事情只有我 自己才能去做啊 小队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自己去做磨吧 我先走了 王叔 我 我这事怎么办啊 我这事 真是当爹比当孙子还难啊 我们这事 我已经走了 怎么办啊 妈 找我什么事啊 四小子 有这么跟妈妈说话呢吗 我问你 你跟泰真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证明有没有煮成熟饭 每次我问她她都不好意思说 我只能问你了 妈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就别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 我真把泰真当妹妹看了 傻小子 妹妹哪有媳妇亲呢 妹妹 你找神呢 陪我逛街你都不专心 你怎么大老远的有空来看我了 不乐意我来看你啊 当然不是 只不过你这个市长大人 平常忙得连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忽然有空来看我 无事献殷勤 准备好事 怎么说你爸爸的 我这次是来北方市 出差 顺便来看你 这样 泰真啊 爸爸最近呢 要去封闭学习一段时间 没什么事我就不跟你联系了 好 这段时间要照顾好自己啊 爸爸你放心 彭月哥哥会照顾好我的 彭月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啊 嗯 如果你们俩能走到一起 我祝福你们 爸爸你放心 我肯定把彭月哥哥给你拐回来当女婿 你多害臊 嗯 嗯 把这个拿着 这是什么啊 哎 别打开 这里边的东西是给你彭月哥哥的 答应爸爸 一定要等到他最困难的时候才给他 彭月哥哥最困难的时候 这么神秘 没事爸爸你悄悄告诉我 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来 放好 好 千万记住爸爸的话 嗯 不要自己打开 嗯 一定要等到他最困难的时候 这关系到你们俩的幸福 嗯 哎 这个款式你穿得应该不错啊 试试 那我去试试 嗯 你们喜欢可以思思看 那边有思逸间 好 谢谢 帮你拿 嗯 好 陈淑雅 我们是 知道你们是谁 也知道这一天迟早回来 哎 我不会逃跑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看看女儿 请你们不要告诉她我的事情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跟我们走吧 爸爸你快看 爸爸快看 拜拜 小宇呢 呃 她 特别紫禅看病去了 算了 不等她 咱们先开会 通过这段期间 大家开源截流 总算被公司 又展现了一笔家底 嗯 而且第四季度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一年中宣传的好时候 所以我决定 咱们集中活力 再做一部广告 啊 怎么了 啊什么快坐 我跟你讲啊 这部广告主要覆盖在 国庆 元旦 中秋等重要节日 甚至在转过年来的 春节宣传活动上 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您 您还要偷广告啊 怎么了 没什么 老秦 你现在也算 公司仅存的元老了 这又没外人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行 那我就说了 余总 您有没有发现 最近 大家心气都挺高的 都觉得这北漂流生活网 这么大压子 咱们都扛过来 资金也开始充益起来 都觉得是有叛徒 这是好事啊 是是是好事 是好事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大家都觉得呀 您会把这笔钱 留走年底 当奖金法的 毕竟现在留在公司的 可都是您的死忠啊 大家这一个人当两个人的 忙活了都快一年了 觉得您不会亏待大家 要是知道 您把这钱又投的广告里去了 我是怕 员工啊 会有点失望 老乡 老乡 说实话 我不是不想鼓励员工 你们多苦多累 我都看在眼里 可是目前公司面临这个局面 可以说是举步为前 咱们在家伙中守生团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变得强一些 再强一些 而且我也不是在电视台 报纸 网络媒体上瞎做广告 这次我想打火车的文章 只要是北标 这段时间一定会和火车打交道 我们在火车上进行宣传 对我们稳定和扩大用户群体 有相当大的帮助 是 是 我明白您的意思 说实话 我自从来了公司以后 确实跟您学到了许多做市场的计较 您的头脑 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佩服他 不过 我想说句您不爱听的 您真的是不知道这员工们是怎么想的 这员工们啊 他不会考虑你的广告投放的精准不精准 合理不合理 也不会考虑公司现在承担的压力 和迹象面前的困难 员工们只会看到啊 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这年终奖卑了 看到他们许给自己的父母 妻子孩子的新家店 新衣服新玩具 没了 所以我觉得 就算您那广告投放得再精准 可人心洒了呀 咱还是有点得不偿师不是 是啊 大宇 我也觉得 您应该慎重考虑一下 老邢 就像你刚才说的 现在能留在公司的不都只是为了钱 如果是为了钱的话 当初李登飞挖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走了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咱们北漂房客网 打一次翻身撞的好机会 员工们不会不理解的 只要熬过去 我相信北漂房客网一定会面临新的急遇 我向你保证 只要公司这次渡过难关 留在公司的员工 我一定会重重有加 老邢 你们就再支持我一次 行吗 余总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我听您的 老邢 我答应你 等这次推广活动做完之后 我给你加薪 员工那边你就多费心了 我还有 为了保密在活动具体执行之前 我希望只有咱们四个人知道 具体方案我已经发到各位的邮箱里 您来负责媒体的白器 小宇负责起草合同 和我参与加个谈案 大宇负责 那我呢 这次的活动用不上技术部门 你就负责帮我们 查车不落跑 好 具体呢 我把细节跟大家说一下 喂 妈 怎么啦 喂 菲菲 你那儿还有钱吗 我不是刚给过你们钱吗 是你弟弟 他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 昨天说家里洗衣机不好使了 怎么什么事都关于他呀 你们就不能关心关心我是不是 行 他的洗衣机不好使 要换一个心脏 我这儿还连洗衣机都没呢 你跟女孩子家要什么洗衣机啊 想当年 我不也是一双手洗了几十年的衣服吗 你是姐姐 当然得为弟弟多想一想啊 咱们老成家一脉单传 你弟弟 我弟弟 我弟弟 你们怎么什么时候都关心他呀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吗 这么多年你除了问他要钱 你关心过什么 你们知道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到底需要什么 你们知道吗 问过吗 为了你们 为了我这个弟弟 我现在自己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能寄点钱了不起呢 还跟我发起火来了 又不是你跟你男人嚷嚷去 我早跟你说了 趁年轻找个有钱人赶紧嫁了 轻轻松松把钱挣到手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就是不听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 你弟弟现在需要用钱 问你要点钱 你还跟我发火 你不欠我的呀 你不欠我的呀 行 那些个鬼 走 啊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 我想问一下 赵燕在吗 您找周总啊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周总可能正在开会 要不您先在会客区等他一下 好 谢谢 您俩过来帮我一下 好 谢谢 就知道你不会坏密码 于彭月 完全没有 你不去找周岩 你来 来找我干嘛 我来告诉你一件 对咱俩都有好处的事 我怎么不觉得有什么事 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看了这个你就知道 你先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你说 是不是应该值个好的价钱 这样吧 看在我们同学一场份上 十万块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怎么知道你这破纸 值不值十万块 当然值了 这是北漂房客网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如果你提前知道了计划 暗中给他们捣捣乱 你们的收获 可不止这十万 那你还是拿回去吧 为什么呀 你不是一直想要打外遇的朋友吗 这么好的机会就放在你眼前啊 行 那看在周岩的面子上 我给你打八折 八万块钱钱 打五折我也不要 两万 就两万 你 你不要我就烧了 不是 一万 你好歹给我一个辛苦钱吧 我已经说了 这东西我是不会要的 我和余蓬月之间的事 还不需要别人来帮忙 就算是我想赢 他也要赢在民主 不会用这种手段来打倒路 顺便提醒你一下 侵犯商业秘密 可不是闹着玩的 回去把刑法好好读一遍 你想坐牢没关系 但别拖上我 文文 送客 请吧 他来干吗 他来找李总呢 找李腾飞 对 好 你去忙吧 老李 老李 他来干吗 过来当监系 说是要卖我北漂房客网的 最新市场计划 把他护走了 也是啊 那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能落在他手里呢 说不定又是于鹏月 弄得阴谋诡计 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要 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赢了也没紧 那是 那是啊 说实话啊 在跟你搭班子之前 我和于鹏月一直觉得 我们不是一路人 不过你做的一件事 我们还是很认定 秦志 甩来非非 又拿我说笑是吧 没事 好歹我们也算 是有了共同语言对不对 有时间的话 我会跟你多聊聊 有时间的话 我是怎么把菲菲给甩掉的 你先忙着 我走了 都这是什么 你先忙着帮忙一下 你还要打电话 我跟你这种人渣没什么好说的 这话说早了点吧 直说了 你手里的那份东西他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 小明儿 聊聊吧 说个地方吧 你别光顾着吃 说真实 我要是不吃饱一点 待会跟你聊完了我还有胃口 懒得和你计较 拿来吧 拿来 就这么一顿饭 就想跟我拿东西 想什么呢你 你一会儿要多少钱啊 你一会儿要多少钱啊 我是看你可怜 才想帮你一把 就你那东西 给李航飞 人家都不愿意要 能值多少钱 一顿饭 不错吧 行 那我先走了 就顿饭 谢谢 给我坐下 别给脸不掉了 坐下 我慢点 好 我 嗯 下次有这种东西 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哎 单还没买呢 不是 你先付啊 回来找我报销啊 要是有首次的发表 都要几张 记得记得记得啊 不几张 又靠我她 上茶了 别老了 啊 好 别老了 哎呀 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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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了 这是在西块厂 好 有事啊 那今天先这样 你们回去做一个具体的方案 这次做得挺不错的 继续加油 谢谢李总 让你们过去 加油 你快看看啊 好好看看 保证你有惊喜 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 你不管我从哪儿来的 我就跟你 这方案可不可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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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这样啊 这两份东西不是 几乎一模一样 看清楚了 我们这个是磨了一个星期才出来的 今天中午刚刚整理出来 全公司就这么一发 这可是我花了三 这可是我花了三万块钱 从菲菲那儿买呢 她偷了我 那东西就转手卖给我 这一个女人 不行 我去打开去 等等 你说那东西是从菲菲那儿来的 我们这方案 中午刚刚出来 她怎么可能回头 我 那 那你什么意思 只有一种可能 你那份真的是北漂房割网的 是谁想不清 那 你的意思是说 蜜蜂蜂蜂蜂 我们想跟你写了 没错 这 那 那怎么办呢 别担心 我们还按原计划进行 就算是没有这份方案 我们依然都逗得过它 他们资金有限 预计的市场推广周期 比我们晚开始一个星期 比我们早结束一个星期 这半个月的时间 足以让广告位给我们 而不是给他们 余鹏月他们 这次输定了 是这样的 那就好 也就好 但是保险期间 你抓紧时间去安排家人 今天下午 去找媒体的负责人和向上 确保我们一定 走在他们前面 行 我这就去办 还有什么事 老李 你看 还 这我花了三万 李放心 你的贡献我一定会跟陈老说的 保证年底之前给你一个完美的安排 年底啊 那也行 那就好 谢谢李总啊 媒体已经订出去了 这怎么可能啊 咱们可是整整提下来四个月 喂 哎 怎么样了 你说 什么 不可能啊 你听错了吧 行 那我知道了 嗯 谢谢你啊 怎么 回程铁路的广告位已经被买断了 对方的报价比咱们高了百分之十 投放周期也比咱们长了半个月 所以 小语 是哪家公司整在咱们前面啊 是北漂生活啊 李逗飞 他怎么知道咱们也要订铁路媒体 他为什么会抢在咱们前面 这件事情只有咱们四个人知道 到底是谁走了我们风筝 不是我啊 余总 真 大约 这是不是 不是 又是个巧合啊 哪有那么多巧合呀